你把我拉扯什么了 那我吃 那你来到我的法吧 抗露了 好吃的 这好凶吗 很香啊 这包 你在后面哪呢 你家后面 后面厨房吗 这 你啦 我买了一夹吃了耶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真的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 五包日了啊 哎呀 你们今天不要演了嘛 一看就知道你们演的啦 快点进正题啦 哦哦可以可以 现在马上进正题啦 现在进 现在进 如果你是马来西亚人 你肯定会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马来西亚人叫做 可能台湾或香港 一些国外的观众会不知道这个东西 到底是什么来的 帮我做下搜索 那西亚人是什么 野江饭 马来语 那西亚人 是在马来西亚新加坡 与文莱常见到的美物 美食 而且通常都是以豹子 油脂 或者是香蕉叶 包出来卖的 就是这样子的香蕉叶 或者是这样的油脂 它包出来卖的 也就是来马来西亚旅游的人 一定要吃到的一个美食 它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 前的影片就大会被你结束 这些 完了喂 你可以不要再错我们的时间嘛 你再这样的话 我以后都不看你的影片 然后我现在立刻马上就暗示你了 诶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这样啦 不要这样啦 我现在马上新问题啦 好不好 今天的主角叻 就是 这一个 诶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音乐播错 来来 我们再来多一次 传说中的 辣死你妈 属 这是那个野浆饭 然后 我不懂他用什么概念啊 把它做成了 什么来 薯片 然后他这一个公司 就是之前一些YouTuber 都在挑战的 18斤薯片 跟19斤薯片 同样公司所出产的 非常的期待 所以 话不多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来 开箱 那是什么的薯片 有工具的 你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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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 19斤薯片 这样子咯 然后它看起来好像很辣 这样啦 那时候我觉得一点都不辣 因为那些人马是不辣的 除非你是完全不能吃辣的人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Let's go 没有味道 做当面吧 哈哈哈 可以飞吗 飞上天 有飞一般的感觉吗 OK 很好 你们知道 它就是一样的东西 实际讲呢 它有一点像鱼仔味 坐过来坐过来 没有 它的粉蛮有那些人马的味道的 好味 我觉得真的有那些人马的味道 真的是确实是有那种味道 但是它确实是好吃而且很香 只想它少了正宗那些人马的味道 除非你味觉很敏感啊 你就一次就知道它是那些人马 可能我们味觉不过敏 真的是吗 真的 但是这样子秀它真的是那些人马的味道 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 你可以去Follow他们的Instagram 拜拜 好啦 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 你可以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和Like我的飞址 阿源 阿文利 又或者是如果你没有Subscribe 这个频道的话 你现在 现在立刻马上就点那一个 红色的 Subscribe之前是红色 对啊 那个红色的subscribe button subscribe subscribe下去 哇你很好看 然后 那些已经Subscribe 你们就记得要打开那个订阅按钮旁边的 那个叮咚 bell 打开它 以后我会下载视频过后 我就会立刻连通知给你 这样你就不会失败我任何一个影片 除非你不想看我的影片 so 拜拜 我们下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